原标题 至高点,在美军的控制之下,如同一颗吸入志愿军防线的毒牙,其当面的志愿军行动被禁收眼底,美军可以随心所欲的在志愿军阵地上选择目标进行炮击和轰炸。 为了巩固这个制高点,美军在高地上修筑了大量防御攻势,为了拔掉这颗毒牙,志愿军特地将炮兵二妖师205团调来配合23军作战。 炮兵二妖师自1951年4月,不朝作战以来,就一直作为朝鲜战场的火箭炮兵指挥机构,而205团则是1953年才参战的,该盘装备了苏联的副十三火箭炮,及大名鼎鼎的喀丘沙,这是一种多轨道的自行火箭炮。 共有八条发射滑轨,一次骑射可发射直径尾,132毫米的火箭弹十六发,最大射程8.5千米,威力巨大,在魏国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。 接到配合23军攻击行动的任务后,205团迅速派出观测侦察队,前往往军前沿阵阵帝王李峰394.8高地等地附近进行目标标定,测量射击猪猿,寻找放列阵地等工作。 这支侦察队,都是由从沈阳军委炮兵学校等大专院校毕业的优秀学员组成的,在当时平均文化水平不高的我军里,可算是高技术人才,宝贵的一塌糊涂。 在观测进行到第五天的时候,由一营二连排长林锦权带领的一支观测组,在虎岩山测绘阵地时,不慎被至高点上的美军发掘,随即遭遇美军的连串火力急袭,林排长的左腿被炸飞。 由于大动脉被打断,战友还没反应过来,林排长就因失血过多牺牲了。 面对死亡,一般人的反应可能是畏惧,而当战友牺牲在自己身边,却往往能激起人的斗志。 林排长牺牲后,战友们冒着炮火,发疯似地将他的遗体抢夺回来。 因为遗体残缺,很多战士心中悲愤难当,第二天拂晓,一位战士冒着生命危险,寻找到林排长的那条残魁, 将他带回放在排长身边,205团所有人都发誓要让美军血债血偿。 205团的观测侦察员们,怀着对敌人刻骨铭心的仇恨,死死地盯着美军阵地上的一举一动。 终于在四天后,复仇的机会来了,焦恨的美军,大腊腊地将运输补给的车队, 在381无名高地左侧的空地上,一字排开停歇,肆无忌惮地进行补给和换防作业。 该团指挥部,立即命令所有火炮、火箭炮设定射击助援,马上进入射击准备状态。 炮团所有战士都怒目圆瞪地等着指挥员下令,有的炮手甚至赤膊上阵,满面肃杀之气,准备给美国人长长复仇的怒火。 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,美军阵地顿时化为火海,曾经让纳粹杆杆剧烈的轨炮,又一次在侵略者头上轰然炸响, 火箭弹如同数十条火龙腾空而起,一条一条复仇的雷霆飞入美军车队之中,火力覆盖之后,美军的补给车队已经不复存在, 只剩下燃烧的汽车残骸和滚滚黑烟,整个交通线留下了一条灰色的长袋,至少一百名以上的美军为林排长长命去了。 随后,二十三军在敌人还被我军活力震慑之时,趁势发起攻击,一举攻向了三百八十一东北无名高地,志愿军用敌人的鲜血祭奠了自己的战友。 林排长可以安息了。 本文作者,老高,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,未经作者本人即微信公众号,这才是战争允许,不得转载,为者必追究法律责任。 公众号作者简介,王正兴,原解放军卯野战部队军官,曾在步兵分队、司令部、后勤部等单位任职,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,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读到的理解。 其著作者,这才是战争,于2014年5月、6月,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,分两期推荐。 它的公众号名义为,这才是战争,欢迎关注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